大家好 星期而得讀 今天是2024年10月16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繼續來到星期三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 的香港時事 好了 今天 理論上就是最新的施政報告出現 好了 外界 是對 李家超的施政報告 是沒有任何的期望的 在我這一節跟大家 揭露藍媒 是看淡李家超的報告的時候 最新的 新聞也出來了 關於最新的李家超 是廢人報告的 最新的2024施政報告 李家超出來繼續說廢話 說要不斷 求進 求邊 改革因時制宜 完全在繼續廢話 好了 跟中國大陸財政部差不多 一早就知道 是沒有了道的了 所以 差不多可以說得上是全城看淡的 我跟過不少 留在香港的人 不論黃藍也有討論過 香港的情況 差不多是稱一色 不分黃藍 其實藍絲更加憤恨的 對 現在香港政府 是沒有了期望的 這件事也可以 是在各大的藍媒 的評論裏面 是找到啟示 更加 以這個方向 作為名稱的藍媒 更加是頭版 是暢衰 香港 說明對施政報告 是沒有任何 期望 說是看淡的 更加說這個港股 是搶先發出哀號的 昨天 恆生指數最多更加 跌超過 是900多點 早前說大招救市 差不多大招救市 的升幅 差不多中和了 六成以上 而且 再公佈說有救市招式 整個市場已經沒有反應 差不多可以斷定 就算再有其他 公佈內容也不會再有什麼 特別的刺激令到股市有救的 看看藍媒評論這個 香港李家超 他說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是今天出爐的 但是港股在政府 高喊這個叫建未來 措施 措施出台之前 立即脫落 更加一度大跌超過 938點 證明 是投資者對於舊市措施 還有香港政府提振經濟 的措施 感到灰心 好了 資金更加叫做先沽為敬 真的大膽 直接唱衰香港 現在 普遍 除了頑固 藍絲之外 基本上 真真正正在香港想賺錢的藍絲 基本上已經全面看探了 剩下一群 根本 可能 在做公務員 在做警察 不受市道影響 一群人就覺得無所謂 不過 大家都知道 再蔓延下去 在香港生活 一定是要拿著港元資產 無論是股票也好 港元也好 更加嚴重的當然就是香港樓 如果長期 經濟 是無法振興 所有人都不會有心機 因為無論你投資什麼 拿著什麼資產 每樣東西都好像在貶值一樣 有誰有心機 辛辛苦苦上班 儲了錢 天天都在貶值 尤其是不要忘記 作為一個大城市 你的 資產沒有穩步 是 上升 又或者看不到有機會上升 就已經 跟全球相比跑輸大事了 絕對不會有人想長期自己的資產 都在貶值 現在香港的媒體 不僅是 重炮 轟炸香港政府 更加 是中國內地 所謂救市措施 都嚴加 是指責 以及批評的 所以我們就是大膽預計的 再下一次 有任何的不滿的聲音的浪潮 就會是來自很多 在五年之前 時代革命裡面很多 以為自己支持政府 就有好日子過的傻瓜 很多 就會覺醒變成反對者 當然 我不知道下次 到底還應不應該叫社會運動 如果有下一次 是大爆發 而且我相信 再有 大爆發應該會在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 那些 四周圍 在全國各地爆發這個張獻忠事件 其實香港 也很難獨善其身 如果中國大陸 有任何動蕩 大爆發 總之 一定變成了命運共同體 更何況現在關口 越來越等於 不設置 一如藍媒預測 今天公佈的2024 施政報告 基本上 全部都是廢話的 更加跟早前 政府放的消息一樣 繼續掌上 舉報公屋用戶 再硬推 青年置業儲蓄計劃 即是說 強制叫青年人儲蓄 接火棒 即是說 現在沒有人接火棒 沒有人買樓 五年之前沒有關心青年人 五年之後沒有人買樓 他們就說我關心青年人置業 叫青年人去買樓 就是這樣的情況 基本上 是廢到不能再廢 這裡 就有題外話 今年我們11月 即是接下來下個月 將會有活動 今天特意跟Tony錄了一節 聯合廣播說這件事 今時今日的時勢 也許很多人覺得需要休息一下 包括我們 但是 也有很多 活動我們也會繼續做 尤其是這次活動我們就不是主辦 我們算是協辦的 既然 是中國大陸的民運朋友 是繼續有心 繼續推動 我們也很應該幫忙 接下來 兩個星期會比較繁忙 因為我們將會去德國出席 另一個論壇 然後回來英國 然後就會再預備 去格拉斯哥的活動 其實現在說回香港 如果要救市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 用矛盾政策去救的 即是說 最低限度也要做出一些妥協 無論在政治上 還是其他方面外交上 尤其是現在 今屆美國總統選舉 其實特朗普會贏的機會也相當高 早前也有 不少網友可能就是 關心 又或者 不是關心 只是質疑 用一種質疑的態度就是問我們 到底 跟袁爸爸關係如何 我們真的要說得很清楚 我們是否喜歡某個候選人跟我們之間的關係 是沒有任何改變的 即是說 他可以繼續 是 特朗普的支持者 其實我也沒有說過我不支持特朗普 不過 作為他是一個政治人物 絕對不可能他做任何事情 我也不批評的 如果你 喜歡 拜教主的 不好意思 你跟民主無緣 這個是你的立場 不是我的立場 就算特朗普真的是當選美國總統 也不好意思啦 我仍然 會繼續對於 他某些立場 我會批評的 所以你不要搞錯 還有 如果他有任何反中政策 又或者 會推動幫香港的政策 我也不會反對的 我會樂觀其成 所以很簡單 袁爸爸 他覺得如果特朗普上台 他會想辦法 繼續 接觸 想辦法就是 對特朗普政府銷售對抗中共的方案 這個我們絕對是100%支持 但是我們支持這個計劃 不代表我們接受特朗普 對外國際關係 尤其是對台灣還有歐洲 世界的民主朋友 一說特朗普就有很多話題要說 不過今天也不打算說了 還有民主黨如果真的出茅礁 我一定 都會出聲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我亦都希望各位 如果你真的 在追求什麼叫民主 請再反省一下 政治人物必須由選民監察 這節時間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亦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到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